美国无千人计划窃取美机密英媒 几度中国成功参考消息 网8月11日报道英媒者 美国间别机构担心 由于北京实施了吸引数以千计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 回国的项目 美国的知识产权或流向中国 据英国泰国事报网站8月9日报道 北京的这个项目为每一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专家提供现金奖励和科研经费补贴 报道着 在去日的一场反应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竟然说 他认为在美国大学留学的几乎每一个中国学生都是间谍 美国大学目前共有大约35万名中国学生 报道着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特朗普怀有同样的疑郁 该委员会称 美国为本国技术知识产权和专业知识都合法或非法转移提供了便利 报道着 自从这个名为千人计划的项目于2008年启动以来 已经引进约8千人 千人计划为吸引海外人才回国提供了一系列刺激措施 包括为其配偶解决工作问题和为其子女提供教育费等 其中很多人都曾在美国大学接受教育 之后在科研中心医院以及私营行业中的航空计算机和其他部门就职 报道着 美国国会很可能对北京这一项目的成功更为关心 今年6月 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 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宣称 五角大牢的技术和工业基础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今年早些时候 特朗普政府缩短的就读航空 工程 高技术制造业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有效期 小学生的签证有效期 物业的中国留学生的资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